各位大臣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继续来研究念佛元通章 这个叙法法师的书 那么上次发给各位的那个课本讲义 十页的这个课本讲义 我们已经开始讲这个第一页 也就是说呢 他把这个书呢分成三部分 先讲通序大义 再讲了这个经文的解释 然后最后呢是回向 那通序大义里面呢 他要分成乙初跟乙二 这两部分 那乙初的话呢 就是降生止去 那乙二呢是列列的解释经体 那这个降生止去呢 再分三段 降生止去再分三段 那么分成通序念佛中置 中置就是中止 通序呢就是说 大概的讲一下 然后呢第二别显 就是这个通跟别相对 所以呢 这个前面呢只是大概讲一下念佛的中止 然后第二段呢就是特别彰显 这个念佛人通章所要讲的 那第三呢 才是呢 引起圣意劝修 那么这个引起圣意劝修呢 这个圣意就是殊胜利益 也就是说把大经里面 大圣经典里面 尤其是华原经里面讲到念佛的殊胜利益 把它引过来 劝我们呢也要来修念佛法门 这个就是以三的意思 应该是丙三 以初里面的 丙初丙二丙三 那我们上礼拜呢 就是把这个丙初 通讯念佛中至 介绍完 现在翻过来第二页 别丙二 别显此章所全 那么他的文字呢 就是在这里 所以十二如来 昊曰三昧 四智菩萨标为圆通 三昧则总色诸禅 圆通则具足万恨 一心顿时不亦疑乎 那你参考上礼拜的讲义 这个上礼拜的讲义 在六月里面 的第四 我看 第五月 五月二十五号的讲义 的第五月 第三行这边 也就是说这个丙二呢 他分三段 所以十二如来 昊曰三昧 四智菩萨标为圆通 这四句 是正弦 然后这个后面呢 三昧这种色诸禅 圆通则具足万恨 这两句 这四句 那就是呢 从简 然后最后两句 一心顿时 不亦疑乎 劝戒 所谓的正弦呢 就他不是说 这个要别弦此章所权吗 所以这一章讲的就是念佛三昧 那是谁教我们修这个念佛三昧呢 大师之菩萨 所以大师之菩萨 这个念佛圆通章 也就透过这样的三昧 可以证得圆通境界 所以才会说 这四句是正弦 这一章所要讲的 那所谓的重简呢 就是说这样子的三昧 总色诸禅 这样子的圆通 具足万恨 特别显示 这样子的三昧 这样的圆通 有什么特别 然后最后呢 劝戒 也说这样子的三昧 这样子的圆通 是在一心里面的顿教 实教 那不就是恰恰好吗 不亦疑乎 所以你想要修顿教 想要修实教 那就是修这个 念佛圆通章 所以叫劝戒 好 大致上呢 他这一段的意思是这样 所以透过这样子的科判呢 在萨维加里解释一下 你大概就是 原来他讲的就是这件事情 这个念佛圆通章 所讲的就是念佛圆通 透过念佛三昧 可以证得圆通 好 那么第一句话 所以十二如来 浩曰三昧 这个其实呢 你就继续看那个讲义 其实就是经文里面写的 十二如来相继一节 彼佛教我念佛三昧 那你可以对照 这个我们这个课本的第一页那边 就有经文 一刚开始那个 大师之菩萨法王子 大师之菩萨法王子 这个都是只是一个仪式嘛 然后真正呢 开始讲 我一往昔恒河沙节 有佛出世明无量光 十二如来相继一节 其最后佛明超日月光 彼佛教我念佛三昧 所以呢 续法法师就把这一段重点给他摘录出来 说十二如来 浩曰三昧 也就是说 这十二如来教大师之菩萨的 都是教念佛三昧 然后呢 佛回到这个上礼拜的讲义 佛之所以教念佛三昧 其实呢 就是希望对峙我们凡夫的分别妄想 散乱烦恼心 所以修禅定三昧 则可凡染沉浸 舍善入籍 也就是说 这段呢 都是超文里面的 书超超文里面的 我只是嘛 把它揭露出来 然后呢 用比较白话 这样子来讲 也就是说呢 佛教我们三昧 不管哪一个三昧 原则上呢 都是为了要对峙 分别妄想 对峙散乱烦恼心 所以修禅定修三昧 念佛三昧也是这样 所以透过这样子的一种 这个三昧禅定的修行 可以对峙我们的分别妄想 让我们能够得清净心 所以你看他下面写的 凡染沉浸 那个浸的就是清净心 离开这些杂染分别妄想 就能够成就清净心 然后后面舍善入籍 那善呢 就是前面讲的 善乱烦恼 昏沉啊 吊举都包括在这里头 我们刚开始修行 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 那心呢 善乱 要不然就是昏沉 那其实 善乱跟吊举有点类似 但是呢 吊举如果跟散乱再分别起来的话 散乱大概只是呢 乱想乱想 想东想西 想南想北 想天想地 然后这个吊举呢 是心呢 会比较浮动 散乱不一定心是浮动 但是如果你不把散乱跟吊举分得很清楚的话 那么这个吊举也是一种散乱 你也可以这样说 但是呢 吊举如果跟散乱分分得很清楚 吊举是属于心呢 是比较浮动的 那散乱呢 就属于乱想 所以呢 我常常举例说呢 如果你很仔细地来 审视审视我们自己的念头 你大概记录一下说 我现在开始在想什么 没有这面佛 你是说 你就是稍微用手写一下 我现在在想什么 那你再过五分钟 过十分钟 你看看个时间 五分钟十分钟 这时候停下来 我现在在想什么 你会发现前五分钟跟后五分钟 可以天差地远 可以完全没有关系 你说会吗 会吗 有时候没有差那么远 但是常常都会这样 有时候从这件事情想到那个 就连结连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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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以为我们做梦很可靠吗 做梦不可靠 你想想看 你清醒的时候 都会黑白念 乱联想了 做梦根本更控制不了 更是乱联想 所以这个就是善乱昏尘吊局 那昏尘就是打瞌睡 所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三昧禅定 就可以让我们离开这些杂染 分别妄想 离开这些善乱昏尘吊举 就能够得到这种三昧正定 所以这个后面你看他就写了 三昧则种色诸禅 这是另外再讲出来 也就是一般在讲三昧 讲禅定大概就是有这个功效 念佛也有这个功效 但是念佛三昧又更不一样 那是后面讲的 然后再来下面那句 四字菩萨标为远通 也就是说在念佛远通 这样的经文里面你往下看 经文佛问远通 那大师师菩萨就说 我无选择都瑟六跟静念相继 得三昧第四为第一 也就是说经文就是最后的那几句 因此这边虚文法师才会说 大师师菩萨就把这样子的念佛三昧 标作是修远通的方法 那么为什么透过这样子的三昧念佛三昧 可以得三昧地可以得远通 就是因为这个都瑟六跟静念相继 大师师菩萨回答佛说 这样子得三昧地的方法是最为第一 是最好的方法 所以大师师菩萨标为远通 那么超文 俱发法师在超文里面 他稍微讲了一下这些修行的境界 为什么呢 因为要正得远通境界 那跟未次有很密切的关系 你如果了解修行的未次 你才知道正得远通境界 是什么样子的未次 他是如何的不容易 所以他用对比的 小圣要断获正真 断见识获正得真地 空性 七生 七生断获正真 全教菩萨三大阿僧齐节 因缘果满 聚因满果 就是因的聚足了 聚备了 果的圆满了 所以说远通法门 御令述正即成 缘超直入也 也就是说对比小圣 跟全教菩萨的修法 嫩元经讲的远通 二十五远通 都是希望帮助我们众生 很快速的能够 证得这种 这种圆通的果位 素正即成 很快就证得 很快就成就 缘超直入 直接就入到 那个成佛的境界 这是超文 所以下面呢 就是把它稍微 多一点白话解释 他说小圣七生断获正真 其实他是用最顿根的 小圣阿罗汉 顿根的呢 是从正德小圣出果虚头环开始算 也就是说你要先把三界八十八十贱或断尽 证得出果虚头环 那边开始算 天上人间七番生死 所谓的七番生死 是这样哦 比如说你在人间 证得出果虚头环 下一辈子呢 你就到天上去 你说哪个天 哪个天 那不一定 看你的福报 看你的禅定 如果你的福报禅定不够到社界天 禅定不够到社界天 那你就能够到玉界天而已 如果你有加修禅定 那你就能够到社界天 所以不管 不管是社界 社界这个玉界 你说那个 那个不是 这个不再来玉界 那个要三果吗 那个是因为断货 才说不再来玉界 现在呢 出国以后 还没有断玉界的私货 但是他可不可以 靠着禅定先到社界天去 可以 虽然他到社界天去 并不代表他已经可以 把这个玉界的私货断掉 所以这个可能 研究天台的人 研究这个小圣果位的人 刚刚对莫学的那个说法说 哪有可能出国一下子 到社界天去 不是不可能 虽然他只有断到 这个见或没断 玉界私货 还是可以靠禅定 到社界天去 这个细节不讲 所谓的七番生死 是人间正的出国 这一生人间寿命 近生天 在天界的说明镜 再回到人间 这样叫做一番生死 这样要上去下来 上去下来 上去下来 七次 七次 最多七次 不会到第八次 也就是说 这个到第八生 七次走完了 那一定可以正阿罗汉 那这样算来算去 如果他刚好在天界 正出国须多环 也可以 也可以在天界 正出国须多环 也可以在人间 正的出国须多环 但是无论如何 如果他在天界 那就下来人间 再上去天上 再下来人间 再上去天上 这样七次 然后最后一次 七生完了 最后一次 第八生 一定正阿罗汉 一定断见识祸 那那个第八次 如果有佛在世 也就是说 有佛法的时候 那他就做圆绝 就做圆绝 或者是做阿罗汉 对不起 做阿罗汉 或是做圆绝 都可以 因为有佛的教法在 那如果他第八生 没有佛法 没有三宝 世间没有佛法 没有三宝 那他就做独绝 总之 无论如何 他在第八生 一定断见识祸 可以入涅槃 这个是最顿根的 最顿根的 如果稍微立根的 不一定要这样 所以最顿根的 要天上人间 七番生死 将三界八十一品 私货断尽 所以私货用品数 九九八十一 见货用史 八十八十 然后断了这个 见识货 正阿罗汉果 立根者未必如是 就刚说了 立根不一定 要走完这个七番生死 那全教菩萨 要学三大阿僧奇节 从哪里开始算 从出注 一样跟出口虚弱 一样断见货 开始算起 从那边开始算三大阿僧奇节 然后才能够赠得圆满的佛果 因此 去方法是在超文里面 先表示这两个 小圣跟全教都要这么久 在论里面呢 也有一个说法 小圣阿罗汉 立根者三生 正阿罗汉 顿根者六十节 也有这样的说法 然后呢 辟师佛立根者四生 顿根者百节 所以这论里面也有这样说 也有像刚刚这样子七生的这种说法 可是呢 菩萨三大阿僧奇节 那是固定的说法 可是到了圆教 到了圆教的话呢 他就没有这么 一定是三大阿僧奇节 无量无边节 所以刚刚讲的这个 三大阿僧奇节是全教菩萨 为了要对比这种小圣跟全教的修行 都要经过这么长的时间 守能源经里面的二十五元通 如果你是修守能源经的这个元通法门 就不必像小圣这样子 往往七次受生 也不一定呢 要向全教菩萨 要经历三大阿僧奇节 那尤其是我们大志士菩萨在念佛元通章 有阿弥陀佛的愿力加持 就算没有断剑施祸 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去 也是一生成就 你说所谓的成就是最起码 跟那个元通章讲的 正德元通出著 元教出著是一样的 你说一生成就 真的假的 大家念份也不太厉害 这个已经解释过很多遍 那个一生成就 不是用你这个人间寿命活几十岁 叫做一生 是从你开始念佛 发心念佛 你往生的时候 如果你真的能够往生 你是就如同静光早上讲的 活的往生 什么叫活的往生 就你很清楚的 见到阿弥陀佛来接你 你很清楚的 跟到阿弥陀佛走 在你的认为里面 在你的观念里面 你从来没有死掉 才被阿弥陀佛接去 而是清清楚楚的 看着阿弥陀佛来 然后你就跟着他去 所以对你而言 没有死 所以你现在念佛 然后临终跟着佛 阿弥陀佛去极乐世界 接着在极乐世界 原正三不退 住正定句 一生成就 是这样说法 是讲这个说法 所以他后面接着 而且是圆满不可思议的成就 也就是说超越了我们 刚刚讲的小圣跟全教 那种阶段性的 次第性的 慢慢进步的 所以这个就是他要彰显的 十二如来教大师之菩萨 教的是这种念佛三昧 大师之菩萨说 我告诉各位 我接引众生的 我自己修的 我接引众生的 也就是用这样子的 都说六观 敬念相继 得三摩地 得灭佛三昧 来证得圆通的 这就是他前面的这两句的意思 所以这个是大师之菩萨 以他自己的修行经验 来介绍给我们 讲一句比较通俗的话 口语话 那是大师之菩萨 给我们挂保证 用这样修 那一定可以 正得圆通 都四六根 敬念相继 得三摩地 思维第一 这是最赞的法文 好 那么下面 这个三昧 则总色诸禅 圆通 则具足 万恨 这两句 那你参考讲义 先解释一下 它为什么叫做重简 插文里面讲 为此三昧 总色 四出四间 一切禅定 不是其他的三昧 他用一个评语来说明 这种面佛三昧 就好像是一个聚也 注成千气 就是那个大熔炉 很高温的大熔炉 什么样子的 精气银气 丢进去都可以融化 然后就可以逃住成千种的这种器皿 因为它温度很高 容量很大 代表所有的三昧 通通都可以融入到这一个三昧里面来 所以他用这样子的一个辟语 总色 世间 初世间 一切禅定 它不是普通的三昧 禅定 再来 圆通 具足万恨 那一句 圆通 则具足万恨 我们知道 讲万恨就会讲到菩萨的六度万恨 所以他这边就写了 圆通 具足八万四千 一切观行 也就是说菩萨所修行的法门 八万四千法门 通通都含瓜在圆通 里面 不管二十五圆通 哪一个圆通 不过这个念佛上面所证得的圆通 那就不是一般的圆通 他有这样的意思 他可以具足八万四千一切观行 他用一个批语 如同阿且陀药 可以治疗万病 这样来赞叹 这样子的念佛三昧 圆通 所以他后面就说明了 念佛三昧是三昧中王 所以念佛三昧称为宝王 如同摩尼诸 能够普遇一切诸三昧宝 摩尼诸 我们之前读过 我们知道他的批语 也就是转伦圣王 如果有摩尼诸 他就对着摩尼诸发愿 希望有什么东西 能够来利益自己的老百姓人民 对着摩尼诸发愿 他就从摩尼诸就能够生出来 这一些他所需要的东西 现在这边 他也用这样子的一个批语 这个摩尼诸 能够给予一切的三昧禅定 诸三昧宝 所以称之为宝王三昧 所以也有祖师大德特别写 这个宝王三昧论 然后另外阿且陀药 就引用了连词大师的阿弥陀经书超里面 他说这个药是西域的药 能以一并种制诸籍 通常我们现在所谓叫做万灵丹 他们叫做阿且陀药 不过呢 这个现在西要吃多了 我们也很怕吃到那些仙丹 美国仙丹 所以这个跟古代的万灵丹阿且陀药毕竟不一样 所以这个古代的印度人认为 这个阿且陀药真的能够治疗所有的疾病 而且没有副作用 要强调这句话 现在用来辟语念佛三昧 但识佛明 五欲三读 无量烦恼 乃至偏圣外道 一切见并 惜断除故 这个很简单的文字 就把所有我们要修行对质的 都写在这里头了 用念佛的方法 但识佛明 能够治疗什么呢 我们对五欲的贪着 除了对五欲的贪着之外 贪嗔吃三毒 所有的根本烦恼 无量的烦恼 这个是讲烦恼 后面是讲见解 所以有时候论里面 经里面会讲叫见爱 两种烦恼 见烦恼 爱烦恼 前面那个五欲三毒 无量烦恼 讲的是爱烦恼 后面这个是偏圣外道 一切见并 见烦恼 一个是知见上面的问题 一个是根本上的那种失货的问题 一个见货 一个失货 你也可以这样看 所以这个是阿且夺药 通通都能够对治 现在那个阿且夺药是什么 但念佛明 但念佛明 不过这个真的需要有信心 你对阿弥陀佛 对阿弥陀佛的名号 功德 还有对念佛法门的功德 有没有信心 我们现在算是都还算身体还OK 没有什么生大病什么的 那我们凡夫 如果平常功夫不够 到临终的时候 生病的时候 这时候你还能不能够维持对佛号 对佛号的功德 对念佛的功德 有那个信心 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不幸呢 如果你常常去帮忙助练 或者助念 或者是亲朋好友 有生病 你劝他们念佛 平常没有接触 不容易改变 不容易接受 就算平常有念佛 如果已经生病很久了 渐渐对念佛失去信心的 你再劝他 他也不尽然 能够提得起来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自己 要谨慎小心的 只有怎样呢 就是我们平常 不管大病小病 大烦恼小烦恼 常常一想到这个 就赶快想到念佛来对治 平常你用这个方法来对治 觉得有效 你才会建立信心 如果你平常用呢 就是幽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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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幽的 不是很扎实的功夫 那么到了生病的时候 生大病 生重病的时候 功夫就不太容易提得起来 所以这都是我们自己要谨慎 要提醒自己的 好 这个 这个是重简 最后劝戒这两句 一心顿时不亦以乎 那么 先把这个顿时这两个字 先搞清楚 请看这个讲义 顿就是顿教 它不是建教 顿跟建相对的 那什么是顿教呢 就是透过这样的修行 你可以很快的 很迅速的证得佛果 成就菩提的教法 称为顿教 如果是循序渐进 要常时修行 才能够到达物尽正果的 那就叫做建教 所以顿跟建 是这样子的解释 然后实教 就不是全教 什么是实教 什么是全教呢 如果是如来随自义 就是随他自己 所证得的境界 讲出来的教法 真实的教法 实教 如果呢 如来随顺众生的根气 随他意 一种方便的教法 教说 那就叫做全教 所以把这个顿跟实呢 的定义搞清楚之后 超文呢 这个旭凡法师的超文 就告诉我们说 这个念佛三昧 实教所全 是用如来的实教 所讲出来的三昧 这个圆通法门 是顿教 所告诉我们的 圆通法门 是这样子 也就是如果你了解 愿言经 二十五元通 通通都是讲的 就是元通教法 也就是说都是呢 刚刚说了 是顿教 然后 这个念佛三昧 那也是顿教 也是实教 那顿法法师 为了要证明这个呢 他就用经文来证明 众生 亦佛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也一见佛之后 也一定可以成佛 一往生能够成佛 所以你看他说 众生念佛 定当成佛 实教 这是佛教我们的方法 最真实的教法就是 他所教的都是成佛的法门 你看法经 他说诸佛如来 我以一大师因缘出现于世 所谓开示误入佛之之见 但说无上道 正直舍方便 但说无上道 无二义无三 我有一圣法 这是他的真实的教法 所以 教我们念佛 就是要教我们一定成佛 所以这是真实的教法 那为什么说他是顿教呢 亦佛念佛 现前当来 特别强调 他就用现前 他不用当来了 他说你看 亦佛现前即见顿教 只是经文里面是说 亦佛念佛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见佛呢 可能是你这一生念佛念到得念佛三美 你就见到 乃至呢 临终的时候才见到 没有关系 不管哪一个 能够往生 一往生 见到阿弥陀佛 蒙佛受祭 注正定据 必尽成等正觉 所以此横出三界之念佛法门 使弥陀佛愿力所成 完全让我们凡夫就这样子出去 所以这个 最近我又看到一段文章 原来就是近空老上 他自己说的 而除了45岁那一年 他大概被算45岁要往生了 那一年呢 他就很用功的念佛 有见到佛之外 病就好了 他说第二次又见 就是79岁那一年 他说他平常拜三拜 第一拜呢 是本师释迦牟尼佛 然后呢 第二拜呢 就是毕鲁哲纳佛 第三拜呢 就是 阿弥陀佛 本师释迦牟尼佛 毕鲁哲纳佛 然后呢 阿弥陀佛 他平常就拜这样三拜 那一次呢 也是 也是开始有一点生病 然后呢 又见到 他一样 就第一拜拜下去呢 本师释迦牟尼佛就出现 他说很大 然后 然后 在第二拜拜下去 这个毕鲁哲纳佛 因为毕鲁哲纳佛也出现 然后呢 在第三拜拜下去 阿弥陀佛 出现 一看阿弥陀佛出现 那应该是可以往生了 他内心就想 那既然可以往生 那佛要接我去也可以 那如果觉得我留在人世间 还对众生有帮助 那也可以 这没有一定 那这个没想到呢 旁边 突然 关心菩萨佛也现身 所以 这个详细的文字我忘记了 原来 他这个前后就这样建了 三佛 一个菩萨 然后呢 大概呢 这个佛菩萨呢 还要留 他在人间 来弘扬佛法 79岁 你看现在老人家 93岁了 虚岁93了 你看他这二十年来 没有啦 十几年了 这十几年来 的确利益了很多众生 所以果然 这个是佛菩萨知道 留这一位出家人在这边 还能帮助很多众生 这个是我临时想到的 就是说这边呢 得见弥陀 我们凡夫众生 要相信 众生 义佛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 像老和尚这样子 功夫这样好 现前见佛 那 当然 就是我们临终的时候 我们有信心功夫够 也一定可以见佛往生 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 无论如何 你一定要不断的提醒自己 要鼓励自己 坚定这样的信心 那一往生 就注正定据 横出三界 所以 这个法门 普披三根 就是不论 至于男女 不论什么身份 皆可修持 淡扮一心 必登九品 为什么突然这句话出来 因为 续发法书那一段文章不是写的 一心顿时 不亦宜乎 所以 既然是 普披三根 所有的众生都可以修持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能够 具足一心 必登九品 前面所讲的 这种顿教 实教的利益 你就能够得到 能够成就 所以 念佛一行 由此殊胜利益 无等凡夫 因信佛所说 依教奉行 岂非罪妙 不亦宜乎 就是这个意思 不是最恰当的吗 你只要透过一心 念佛 就能够成就这样子的 念佛三昧圆通的利益 有这样殊胜利益 不就是最适合的方法吗 所以这个就是要说 这一章 所要告诉你的 就是这一种念佛三昧的圆通法门 到这里是秉二 再回来课本 秉三 引取胜意劝修 他的文字呢 文说佛名 微光正入于无尽 异想佛境 得云解脱于多门 由此胜意 应当信行 何德自暴自弃 不怨不休也 所谓的劝修 就是后面那两句 不可以自暴自弃 不怨不休 所以要劝我们 不要自暴自弃 一定要好好发愿来修行 那一样请参考上礼拜的讲义 他的先把这三 这个秉三的科判 先交代一下 他说呢 前后两段 第一引民 第二 结劝 也就是说呢 文说佛名 得云解脱于多门 这四句 引民就是引用华言经的经文 来证明 那后面呢 就是结劝 结劝呢 分成两段 第一 证券 由此胜意应当信行 正确 然后呢 何德自暴自弃呢 是结责 既然有这样书胜利 你应该相信依教奉行 为什么还要自暴自弃 不愿意修呢 所以叫做结责 两个合起来都是劝我们 一个从正面劝 一个从反面劝 这样子 所以比较难懂的 后面那个结劝那两个其实都好懂 比较难懂就是前面那个隐名 微光是谁 那德云比丘还可以有印象 善才同志五十三餐 其中一个 德云比丘 那微光是谁呢 所以请看上礼拜的讲义 微光正入于无尽 前面呢 是先闻说佛名 他就能够正入于无尽 原来微光就是大微光同志 大微光菩萨 那这段呢出处在华元经的十一卷 毗罗哲纳品第六品里面 那么这个简单的把他里面的重要的 列举出来给大家看 普贤菩萨告大众言 来往古世 过世界为成节 你看他用的结束呢 是世界为成节 就是把整个三千大千世界 抹成为成 那么多数量的结束 那就是算也算不完的 那么 那么久那么久以前 有一个节叫做种种庄严节 有一个世界海 叫做浦门静光明世界海 这个世界海里面 有一个圣阴世界 这个圣阴世界呢 是依着摩泥花往海柱 须弥山为成树世界 而为眷属 圣阴世界里面呢 有一个香水海 叫做清净光明 中间有一个大莲花 须弥山出现 须弥山上面有一个摩泥花的树林 种宝庄严 所以等于把整个 整个衣棒环境先介绍一下 就好像我们娑婆世界 我们的这个华藏世界 是依着什么香水海 然后呢 是什么样的须弥山 这边呢 也是一样 完全跟我们华藏世界 不是 没有关系 是很远很远的地方 而且很久很久很久的地方 很久以前 然后这个 这个比圣阴世界最初节中 有十虚弥山 十座虚弥山 把它全部打成围城 的数量的如来 初心于世 怎么那么好 然后呢 第一尊佛 这个十虚弥山打成围城的 那个数量的如来 总有第一个开始 叫做一切功德山 虚弥圣云佛 然后这尊佛要出现之前的一百年 前面讲的那个摩尼花树林 那个大林中 就先出现了不思议保验云 出了这种云之外呢 还发出赞叹佛的功德的音声 眼无数佛的音声 还会放光 输光不往迷糊世界 也出妙音 出妙音里面说什么呢 说一切众生 前世所行广大善根 说三世一切诸佛名号 那个就是续法法师那个 文说佛名 原来就是从摩尼花树林里面 出来的音声 那时候还没有佛出现 在佛出现一百年前 这个摩尼花树林 就先出这种音声 说三世一切诸佛的名号 然后在树林的东边 有一个城叫做燕光明城 这个是人类所住的 有一个人王的统治 然后有百万亿纳犹他城 围绕在这个主要的城市周围 那个国王叫做喜见善会国王 统领百万亿纳犹他城 他的夫人才女有三万七千人 也就是说在王宫里面 然后因为有很多夫人 所以生了很多王子 五百个 不要亚裔 那个悲伐经里面 那个过去是阿弥陀佛 所做的无真念王 生一千个 这边才五百个 王子五百个 然后呢大威光王子 是第一王子 大威光为首 那他娶了多少夫人呢 一万个 十千个 你都觉得很夸张 如果你了解我们中国了解印度古代的那些人 你就发现好像也不怎么夸张 一个普通人 一个普通人 干嘛要需要十几个皇后妃子 对不对 你看他也不过就是十千变一万而已 太子建光 就是这个太子就是大威光太子 建什么光 就是那个摩尼花树林出的光 说出的那些妙音 所以 因为他过去有修善根 以习所修善根立故 一见到那个光 听到那个妙音之后 就证十种法门 然后呢就可以说出这些妓子 然后也可以以佛神力 这个声音呢 说妓的妓宋的声音呢 就遍满圣因世界 包括他自己的父王 跟他的这些母后们 夫人 就听到之后呢 就来到佛所 八万倦属 皆兮来集 文法获益 好 其实这边就省略了 也就是说呢 这件事情 就一直延续到 第一尊佛 一切功德三 须弥圣云佛 出现在时间 所以他这边的经文 已经把它省略 否则呢 聚来佛所 那时就有佛啦 所以威光同志是 佛还没有出现的时候 他就已经证得这一种法门了 所以因为他的影响 他的父王 跟他的这些母后 母妃们呢 也都一起来学佛 然后大威光王子 当然也跟着来见佛 见佛文法之后 就得无量至光明 第一尊佛灭后 第二尊佛 接着上来 波罗密 善眼庄严佛出世 所以 尔时大威光同志 见到这第二尊呢 善眼庄严佛的时候 就得念佛三昧 所以得得念佛三昧 有另外一个名字 叫做无边海藏门 以这个为首 有十千法门 所以这个续法法师的书文呢 就是说 因为文所佛名 大威光 菩萨就正入于无尽 就是因为无边海藏门 等十千法门 但是呢 前面也很清楚的 得念佛三昧 也还是没有离开 念佛三昧 所以这个念佛三昧 就像他前面讲的 总色诸禅 具足万恨 所以引华元经的 大威光同志 做第一个证明 第二个证明就是呢 德云比丘 德云比丘就是 圣财同志五十三昧的 第一尊 第一尊 有时候也翻 另外一本翻成 吉祥云比丘 如果你看到 吉祥云比丘 跟这边的德云比丘 是一样的 所以呢 这个 善财同志 最初的本师是 文殊师利菩萨 他在文殊师利菩萨 坐下了 正德出著 之后呢 正德实信 其实应该是说 正德实信 然后文殊菩萨 就叫他去参访 这些善知识 跟着这些善知识 不断的学习 然后卫师就不断的升高 所以第一个叫他去呢 就是圣乐国的妙峰山 那你一去 人生地不熟的 刚开始找不到人 所以善财同志 在那些山峰里面呢 不断的寻找 不断的寻找 一直问人家 所以呢 自比寻觅 今于七天 终于第七天 找到了 那么 其实呢 你也可以看注解 为什么一定要经过七天 热一日到热七日 七日念佛 因为经过七天念佛 所以就能够跟修念佛法门的 德云比丘 相见了 才能够见到 德云比丘 在别山上 徐步进行 为什么是别山上 因为那时候 善财同志 境界 还不是德云比丘的境界 所以 还是有距离 只是远远看到的善知识 所以终于呢 很努力的呢 去参见了 这个德云比丘 网易顶礼 伯言 我已先发菩提心 而未知菩萨 云合学菩萨行 乃是因云合与普先行 极得圆满 这时候呢 德云比丘就为他说法 其实经文很多 不是像这么简单 但是主要呢 为他说的就是 意念一切诸佛境界 智慧光明 普见法门 你说那这个跟 跟这个 跟念佛有什么关系 因为 下面这个 通通都叫做 念佛门 所以你看 这个 虚法法是写的 德云解脱于多门 就是呢 经文里面写的 至光普照念佛门 刚刚讲的 那个意念一切诸佛 智慧光明普见 就是至光普照 这是第一门 可是到了这个 这个这个 六十二卷的后面这边呢 干脆就直接写了 至光普照念佛门 常见一切诸佛 国土 种种供电西 也能禁锢 然后呢 一直列举出来 总共列举了 二十一个念佛门 最后一个 助虚空念佛门 后面那一句都在形容 前面那个念佛门 是在怎么修的 助虚空 就是观察如来 所有身云 庄严法界 虚空界 都是在念佛 所以前面那个 至光普照念佛门 就是你要用智慧光明 去照见 这些佛的 国土宫殿 庄严清净 所以简单的解释是这样 但是呢 这段只是要来证明 续发法师说的 异想佛境 德云解脱于多门 德云比丘教的就是 二十一种念佛门 念佛法门 那为什么要引用这个呢 就是呢 接着看今天的讲义 今天发的讲义 就是下面 由此圣意应当信行 科判不是说这段就是证券吗 他引用那两段就是告诉你说 就像华言经里面的这些 大卫光童子 德云比丘 这些都大菩萨 他们都是因为修念佛得成就的 所以证券的意思就是说 既然知道灭佛门有如此殊胜的利益 为何不修 应当要相信 然后依教奉行 所以后面的补充说明就说 如果你是知道 你不信 等同不知道 信 知道之后又信 但是呢 不依教奉行 你相信呢 我知道啊 我相信啊 但是没真的照做 等同不信 所以超文才会说呢 用一个评语 念佛如种骨 种下去 种在哪里 种在自家的心田 自心如家田 所以这里面就包括了 信愿行 你相信灾此种 你把它沾下去 种下去 你一定可以 有收获 你要有这样的信心 然后愿呢 知如此家种 一心求骨 也就是说你真的就 种下去了 然后呢 好好的去栽培它 希望将来真的能够有果 所以那个行呢 就是你很努力的去栽培它 做更弄事 互助行动啊 所以那个信呢 就是你相信这个 种下去一定有好处 一定可以将来有收获 然后你也很希望有收获 你既然有相信 又很希望得到 但你就要互助实行啊 如果你相信 然后你也很希望 结果呢 人家送你这个种子 你就对很好耶 很好 那就摆着 就一直摆着 然后呢 却希望呢 将来就很 有很多的那个 米谷的果 可以收 那不可能的事情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这里面呢 就一定等同有信 有愿 有行 所以你相信 你就要照做 不可以自暴自弃 不愿 不休 接着 请继续看 接着 众生若不念佛 圣凡永格 父子乖离 常处轮回 去佛缘矣 其实不应该用 父子乖离 应该用母子乖离 才合乎这个念佛云通章 比如说我们不念佛 我们跟佛永远是隔两遍 母子永远都是分开的 就像那个念佛云通章里面讲的 子若亦母 如母义死 母子立身不相为远 如果呢 这个 这个 如母义子 若子逃世 虽亦何为 所以呢 一定要念佛 否则的话呢 我们常处轮回 离开佛就越来越远 所以 文书普贤等诸菩萨 皆愿念佛往生 他引用的是大卫光 跟这个德云 可是呢 《华言经》里面 还有文书 还有普贤 都发愿往生 况我 凡于人也 须知 实戒因果皆为心限 都是为心所限 对这一段 念佛云通章 书超 念佛云通章书超 他好大一段 这个我们常看 一面贫子就是弥陀 一面慈悲就是菩萨 然后一面称恨就是地狱 这个 他很简单的用这个 那为什么末学部 把他全都引出来 我觉得有时候 我们那个文字太简单 我们有时候会怀疑 诚恨就掉地狱 哪有那么严重 贪心就掉恶鬼 因为没有那么严重 实际上 我们都只是讲到 最重要的那一点而已 像那样的文字的话 原则上 他有一个前提就是 你的心念 造的业 不断的持续 不断的累积 比如说你称恨 你一直处在那种 称恨心当中 然后你会造很多 伤害众生的业 不断的持续 不断的累积 那样子的业 那你说不是三个道 不是地狱道 是什么 贪心也是这样 一直贪一直贪 到最后就是跟恶鬼界相应 但是简单的说就是 称恨是地狱 然后贪心是恶鬼 都是讲重点而已 但是要强调的是什么 都是为心所限 所以后面写人看 若一念心 称惠 这些邪淫 及地狱界 乃至一念 真词平等 不断心成自信佛 不要舍自信佛性 辜负佛的教诲 现在我们访问一句 也就是说 各位现在都相信佛 也常常愿意念佛 也有在念佛 请问我们在念佛的当下 你都是从什么样子的观念开始 下去念佛的 你说没有啊 这是每天的功课啊 时间到了 然后每天规定自己 一定要例如 每天念一部阿弥陀经 然后拜四十八拜 然后念一万生佛号 功课到了就照做啊 这个如果你每天不缺 这样照做 也是有很殊胜的利益 但是呢 我刚刚要问的就是 你有没有问自己 你为什么要做这些功课 我们在做这些功课 在念佛的时候 你是用什么样的观念 用什么样的知见 用什么样的心态 开始去念佛的 你说那我就是要求往生啊 对 那这样就对了 从这边开始 我是要求往生 所以我要去念佛 我要去做这样的功课 为什么你要求往生呢 因为我信佛 信释迦牟尼佛 信阿弥陀佛 然后我也愿求往生 愿修行 愿成佛 度众生 所以我去做这样的行 有信 有愿 有行 但是如果我们已经读过 弥陀要解 这样子的信 愿 行 还有不同的信 对不对 像你刚刚只是 我们讲到的 你很简单的这样的信 纯粹你都是从事上来讲 从字 还没有 信字信他 那个字 你讲的字 还偏到一边边去而已 所以你把那个六信 重新复习一下 信字信他 信音信果 信事信理 你这样修这样的音 将来有这样的果 OK 这个没问题 但是音跟果 都是从事项上去说的 你的字跟他 也是从事项上面去说的 刚刚举了例子 都是从事项上去讲字跟他 可是到了这个事跟理呢 如果你把那个信理那部分 就贯穿到前面的字他 贯穿到前面的因果呢 就是这边讲的 字要信自信佛 要信自信本性 他 阿弥陀佛 有离开自信本性 另外别有吗 那个信理那边不是说 字他不饿 理是不饿 所以字他没有离开那个理 以此类推 因果有离开那个理吗 因果的事有离开那个理吗 也没有 所以我们平常在做功课的时候 或是在念佛的时候 我们没有把这个理贯穿下来 从自己内心里面 真的把它做一个很一致性的那种贯穿下来 往往我们念佛就是纯粹是事项上念佛 那个事被公办 乃至你我们刚刚讲的 临终生病的时候 临终的时候 你根本想不起来那些理 你能够想得出来那种事就很不错了 但是如果你从头到尾 你都是这样练习 我念佛 不是离开我自心本性 另有阿弥陀佛 求心外的阿弥陀佛 不是 阿弥陀佛就本来就没有离开我的自心 更何况 观经里面讲 诸佛如来是法界身 入一切众生心想中 所以 世心做佛 世心是佛 所以你做佛的时候 世心即是 三十二向八十怂随心好 诸佛正片之海 从心想生 你把这些经文背的滚瓜乱熟的时候 你就能够把那个理 事跟理就结合在一起 事理一结合在一起 前面的自他跟因果 也都是事理圆融 你先把这个六性这样想一想 你再去做功课 这时候你自然而然 你就在练习那种理词也好 没有离开世词的理词 如果你平常都 也不了解这个 没读过弥陀耀解也就算了 现在也读过弥陀耀解 也读过上导大师的四季书 也读过无量说心解 结果念佛你还是拿起来 就是做功课而已 还只是在事项上做功课而已 那我们读那么多理论干什么呢 甚至有的念佛的同修 已经二三十年了 三四十年跟着师父了 你叫他想一想 这样子的事跟理 想不起来 可是你一把那文字念一念 把这个道理讲一讲 我听过我听过 听过就在听过了 听过等于 为什么他没有作用 就是平常没有把这个道理 用在你的行门上 那你看祖师大的注解 每一次一注解都讲这个 你说那都是文字教理而已 都说尸到这么亲密 要做什么 先让你看你就没有接受 你怎么会自己 在做功课的时候会想到 所以为什么要这样去强调呢 因为已经接触很多老同修 都上了年岁了 念佛也还都是这些 通通想不起来 然后跟他讲了 某某人念佛念到怎样 有什么殊胜境界 就很向往 很希望自己也有那样子的境界 但是实际上我们念佛的功夫 又没那么好 纯粹只是向往 说道理不是不懂 又用不上 有时候我就内心在打一个OS 说你跟着师父学三四十年 你是在学什么 我们又不能够像海弦老儿上这样 很踏实的那种功夫 行门上的功夫很踏实 理论上又学一学又等于弯光光 两边总要有一个行吧 我们不如海弦老儿上的行门 理上总要能用得上 这样的话我们起码 讲一句比较难听 比较投机取巧一点 事半功倍 所以为什么要讲这个 因为我们把这段文字念完 你才会有感觉 经此教念佛者 欲人念自本心 成自信佛 云和舍自信佛信 辜负佛的教诲 因此他就问 心既然是佛 还要念他佛 本来就是佛 还要念他佛吗 答 只由心本是佛 故专念 故令专念彼佛 就好像梵光菩萨界 告诉我们说 当你信之一切众生 皆有佛性 我是未成之佛 诸佛是亦以成之佛 所以都是同一个佛性 所以念他佛 就是让我们自己的心佛 能够圆满呈现出来 心佛 我们的自心佛是未成佛 像阿弥陀佛他佛是以成佛 我们这种未成的佛 九成欲海 具足烦恼 妙无出奇 以成佛者 九正补体 具足微神 能够帮助我们众生 能够加持我们众生 能够保护我们众生 所以我们未成的佛 去念以成的佛 这个以成的阿弥陀佛 就会知道 就会加持我们 为什么 同一个佛性马上感通 马上心灵相通 所以诸佛劝命念佛 是以己未成之佛 求他以成之佛 而为救父 为什么可以马上感通 因为自佛他佛 佛性无恶 诚心一念 必定感应 你有这样的信心 你有这样的理解 你念佛怎么会担心 我当江湖这么败 会翁身不翁身 不会担心 因为你已经知道 我只要起心动念 我真诚心念佛 佛马上知道 佛有大慈悲约 你本来就要接引我们的 本来就要救度我们的 只是我们通常 平常都不念他 也不信他 现在我们信他 而且还知道 佛从来没有离开 我们的心性 所以当你一念 佛马上感应 佛马上加持 所以你说 这一番话 如果你平常没有熏悉 人家到了你病床前 要跟你讲这些 但要对对说去 说这么一大套 他怎么听下去 那如果你已经有学过 你平常也就用这样的理念 在念佛 临终虽然病重 突然迷糊掉了 没有正念 那人家一来 给你一开始这一段 你马上就 对呀 我不念佛而已 我一念佛 佛马上马上感应 马上就信佛念佛 因为你熏悉过这样子的教理 而且你常常在自我熏悉 这样的教理 好 第一堂课先到这里 休息十分钟 我们第二堂课来开始 那么以上把这个 以初的这一段解释完 接着是以二 请看到课版第二页的中间这里 以二略四经题 既然讲略四 他就没有写很多 就是嫩缘经 大师智菩萨念佛原通章 所以他说 嫩缘者一切是究竟坚固也 大部之总名 就是整部嫩缘经的名字 原通者圣信法门 无不通也 是一章之别目 就是这一章 就叫做念佛原通章 那这一章呢 世智者起教之人也 念佛者修行之法也 也就是说这一章 云通章里面 是大师菩萨教我们 修这个念佛的方法 他是起教之人 他教的呢 就是念佛修行 文衰一十二行 亦瓜净土朱典 你说为什么叫一十二行 那可能当时候呢 续法法师 他手上的版本呢 是十二行的经文 那到我们这边呢 你看我们的讲义呢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只有十行 二四六八十 所以呢我也没有想 大家特别去把他排成十二行 如果早有看到这一段 我也故意把他排成十二行 他意思就是这十二行的经文 亦瓜虽然只有十二行 短短的 我们说了两百四十四个字 亦瓜净土朱典 有教有基 有法有御 然后里面呢 有生佛感应以遍寒 有知他因果而该测 作心境之月灯 这句话就比较难懂了 为圣凡之周极 这个固言能言经 事至念佛言通章 这是结语 那这时候呢 请你看这个 今天讲义第一页 不是第二页了 第一页没错 第一页 这个以二的这个科判 前面呢是世民 也就是说从能源者一切事 究竟坚固也到念佛者修行之法也 就是解释这个经题 然后文衰一十二行这边开始是属于结探 只是呢 结探里面呢 再分成别探跟总结两部分 别探呢就是呢 文衰一十二行 包括呢 到这个为圣凡之周极 就是专门赞探这个法门 然后呢 总结呢就是 最后那句 固言能言经 事至念佛言通章 所以这个总结呢 只是说这个 经题 是这样子的一个经题 那其实前面呢 主要是在那个赞探跟解释 好 首先呢先解释所能言 叫做一切事就尽兼顾 那么参考讲义里面呢 有写到了操 就是徐方法师的操呢 他是这样讲 讲说一切事就尽兼顾 一切事呢 只能是三科七大 就尽兼顾呢 就尽讲的是空 其实就是空如来杖 兼顾呢 就是不空如来杖 所以合在一起 就尽兼顾 就是空不空如来杖 然后呢 这个三科是哪三科呢 就是运处戒 五运 这个处是十二处 戒是十八戒 他只是讲三科 那七大 就是如同下面写的 地水佛风空根事 所以这个他讲的 一切事就用三科七大 那为什么这三科七大的一切事 都是就尽兼顾呢 都是本如来杖 通通都是呢 如来杖的表现 事事就尽兼顾 能言定 记住法位 事相常住 故此一名见相三面 这个是操文 所以我就说 我为什么不要直接引用 书操这个书 这重点是这一段 我们都要解释半天了 还有一些不是重点 我们也要解释 那就会费很多时间 所以我就是把重点的操文 提供出来给各位做参考 像他这一段呢 其实呢 在正脉书 嫩言经正脉书 讲得会比较完整 解释一切事就尽兼顾 也就是说 真正孟元经里面 正脉书告诉我们 孟元经里面的经文 讲到这些一切事呢 不是只有三科七大 其实是四科七大 为什么呢 经文很明显的就有写 五音六入十二处十八戒 通通都是本如来杖 妙真如性 也就是说 不管你从五音来讲 或者是六入十二处十八戒来讲 通通通都是本来就是 这个本如来杖 妙真如性 所以这个六入呢 就是呢 眼耳鼻舌生意六根 那为什么是入呢 就是六成进入的地方 就是六成进入到我们 身心里面来的地方 那十二处的话呢 就是呢 六根加六成 所以两个都有 根跟成 相接触 所以十八戒呢 又加上六四 所以六根六成 加上眼耳鼻舌生意四 六四 所以 嫩言经比较特别的地方就在这边 别经三科 所以为什么 虚法法师才会说三科七大 嫩言经特别又加了一个六入 所以如果你要照嫩言经的经文来解释 一切是就是要四科加上七大 不管如何 五蕴也好 十八戒也好 用六根用六成六四也好 各尽万法 你可以把它归纳成色心两方面 比如说六根里面的眼耳鼻舌生五根 那就是肉体 眼耳根鼻根这个就是色 那义根那就属于心 那加上六成 那全部通通是外面的 但是那个法成 法成就不能够说是外面的色 也就是说色身相畏处 这五成是外面的色 但是那个法成 法成是什么 义根义是所缘的 那叫做法成 譬如说你现在开始想一个影像 譬如说想个佛像 请问那个佛像 你认为它是色法还是心法 心法 为什么 它是义根义是所缘的 并不是并不是你沿着外面那个佛像 是你自己想一个佛像 所以你很难说那个法成 不是心法 所以他才会说 不管你用三颗用四颗 通通不外乎就是色心恶法 那目的在哪里呢 包括期待也是 目的来告诉你 这一切的东西 色法心法 一切的这一些 通通都是本如来藏 妙真如性 所以能言经的经文 你看他说 五音本如来藏妙真如性 乃至呢 十八戒也是本如来藏妙真如性 他一开始都 每一段都这样子 然后讲十八戒的时候 才分开 分开成眼跟色 眼色跟眼视 然后耳生耳视 这样子 分开一段一段 然后到最后都告诉你 都是本如来藏妙真如性 妙真如性 所以才叫做就近坚固 但是呢 这边呢 就是既然解释到这里 上次也解释过了 这次又再解释 就是让大家再多了解一点 引用正脉书 金金就是梦言金 即全取自信本具 不动不灭不思不还 也就是说呢 这四颗五音六六十六处十八戒 既然都是呢 本如来藏 都本来即是如来藏 所以呢 都是常注 常注就是呢 他不生不灭 他不动 不思不还 所以他叫做就近坚固 七大片周 七大地水火风空根室 本来这只有五大 地水火风空 后来呢 这个又讲了六大 加了一个四 地水火风空四 当然嫩言金呢 又加一个根 就变七大 所以密教里面 金刚生里面讲六大 一般论里面呢 就讲 讲的是五大 因为地水火风 还加一个空 四大跟空 五大 密教加一个 变成 加四大变成六大 嫩言金再加一个根大 变七大 所以除了这个 四科是常注 七大也 骗周法界 乃至呢 他讲了更多 整部论言金里面 讲到十货三叙 都是虚妄 无名 十货是哪 哪十个 三叙加六出 九个 加上根本无名 因为三叙六出是 字末无名 加上根本无名 所以九个加根本无名 十个 三种相续 世界相续 众生相续 业果相续 这些呢 就不再解释名词 等于 那年经里面 讲到这三种相续 所以你看 这些都是凡夫的境界 凡夫的现象 十货三叙 他说这些现象 都是虚妄 本来是虚假的 然后四亿 一为无量 无量为一 小中限大 大中限小 三叙 都是真实的 本字现成 所以如果你把那个小字 先不看 十货三叙的虚妄 是本来就是 一直都是虚假的 四亿三叙的真 都本来都是现成的 嫩言经讲的就是这个 如是等于 前语 一切是究竟坚固 所以嫩言经讲的 一切是究竟坚固 就是你要看到你 我们所看到的现象界 十货三叙 世界众生业果 为什么说他究竟坚固 因为他本来是虚妄的 他本来是现象 生灭的 我们看都是生灭的 十货三叙都是生灭 抱歉 那些都是虚妄 既然生灭的都是虚妄 所以都没有 都没有真的有在那边生灭 可是这些四亿三叙的真实 是本来现成的 所以才会说 这一切事都究竟坚固 如果他是生灭的 他是坚固吗 他是虚妄的 他是坚固吗 不是 所以我们能够看到这些现象界的东西的虚妄 从来没有真的有过 真实的这种本体界的东西 四亿三叙都是本质现成的 你就看到原来一切事都是究竟坚固 因为那整部嫩妄精一开始就要我们认识这件事情 所谓的一切事究竟坚固 所以如果你证得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究竟坚固的这个三叙 那你就发现 那你就跟法华基里面讲的一样 是法住法位 是坚相常住 所以那个超文才会写 既住法位 你已经正得所内严三叙 你就住在那个法位当中 这时候你就看到 是坚相常住 所以也叫做正得贱相三叙 这个贱相三叙又是另外一个名词 所内言三叙又叫做贱相三叙 下面就讲了 什么叫贱相三叙 分别知道这些三叙的形象多少浅身 就如同一个大将 他自己手下有多少兵力 然后某一些将领他具有什么样的专才 某些是具有长枪的专才 有些是具有射箭的专才 每一个军旅他都很清楚 所以这个就是真正的一个大将 他很运用得当 他用这个来形容 菩萨能够正得所嫩言三叙 就能够善加运用种种的三叙 就如同这个大将一样 诸凡脑膜跟魔人无能坏者 例如转轮圣王 主兵宝将所往至处 无能坏胡顾 所以这个就是贱相三昧的解释 也就是说当你正得所嫩言三昧 你所到之处 都能够降伏这些魔 降伏这些烦恼 为什么 你都很清楚 很清楚什么 一切是的究竟坚固 因为你不会被虚妄所迷惑 因为你都能够跟 如来藏妙真如性相应 简单的说就是这个 所以整个嫩言经要教我们的就是 要正得这种 一切是究竟坚固的所嫩言三昧 包括念佛三昧 二十五元通里面的 尔根元通 大师之不善的 念佛元通章 通通都是要教我们正得这种 见相三昧 这种所嫩言三昧 这个就是 去法法师 他一开始就这样写 所以 嫩言者 一切是究竟坚固也 大部之总民 整部嫩言经都在讲这个 所嫩言大定 那元通讲的是 圣信法门 吴不同也 这时候翻过来参考讲义 今天参考讲义第二页 一讲到法门 我们就会想到 四种法宝 教理行果 一讲到法门 一定会想到这四个 为什么呢 教是能诠释的这些原文字 所诠释的一礼 这是第二个礼 礼保 教的法宝 礼的法宝 然后再来 透过你文字教理 所了解的方法去修行 依着言教 义礼 下去修行 能够成功 赠得 果位 所以叫做能诚 所以他前面 教跟礼 教是能诚 礼是所诚 后面的行跟果 行是能诚 果是所诚 教理行果 所以简单的说 依教而诚礼 依礼而起行 依行而诚果 这四种法宝 有这样的次第 你说那为什么突然介绍这四种法宝 教理行果 他说你看 圣性法门 无不通也 圣性讲的就是 佛性离体 法门两个字就是讲的 原文字教法 所以他把圣性法门 就代表了 有礼 有教 虽然四个里面只用到这两个 但是呢 就如同前面讲的 你能够依教而懂那个礼 依教理而能够起行 依起行就一定能够证果 所以讲的教跟礼 就必须一定会含色后面的起行跟证果 所起的行就是念佛三昧 所证的果就是圆通 你也可以这样说 所以圣性法门讲的就是念佛圆通 那圆通 无不通达无外 正显 你要正的这种圆通的话 正显这四法 教理行果这四法 互相圆融周片 该通 该通就是互通 所以你了解这样子的圆通法门 下去修定 就叫做守宁言三昧 从子 从定 去讲守宁言三昧 从观 从会 去讲圆通法门 所以 所以你如果你去看那个书超 续法法师的书跟超 你就发现 我们续法大师 用字非常的神简 但意思都很丰富 所以呢 才会说呢 如果整部书要来讲解 我还是要写这么多注解 所以我干脆只要讲书就好 把那意思给表白出来就好 也就是说当你把我所讲解的听完之后 你再回过头去看他的书超 整本书 你就发现 好像看得懂一点 因为我都是照他的书超 把它作为加以解释 解释到 让大家能够有所了解 好 下面呢 就是说呢 这个大事制是起教之人 念佛事修行的方法 这个就不用解释了 这个我们一看就懂 然后文随一十二行 就文字只有两百四十四个字 意思呢 就包括了净土的所有的典籍 这里面呢 有教 有基 有法 有欲 这其实我们上礼拜 就已经解释过了 这边呢 再把它重新复习一下 请你参考讲义 彼佛教我念佛三昧 所以被佛教的这个菩萨 就是基 佛所教的念佛三昧 就是教法 所以有基 有教 也就是说 跟着佛学念佛三昧的 就是有根气的众生 就是菩萨 大事菩萨做代表 然后再来说 有法 有欲 那里面不是有二文欲 有母子欲 有染相欲 那那个法 就是这些经文 异佛念佛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去佛不远 不假方便知的心开 这里面就是法 教你念佛 教你异佛念佛 不假方便知的心开 都讲的是法 然后他又说 有身佛感应 就是经文里面的 十方如来 灵念众生 那就是佛 是能感 众生心 异佛念佛 必定见佛 那就是 身有感 佛就有应 所以你看 十方如来 那边 能应 众生能感 能感能应 能感所应 也可以 能跟所相对 都可以 所以这个就是 有身 众生跟佛的感应的事情 然后这里面 就包括了 前面有讲过 也有自立因果 也有立他因果 因为他后面那一句 不是写 自他因果 而该策 所以我把它多写一点 有自立的因果 有立他的因果 自立的因果 就是我本应 因恩念佛 入如生人 就是 大师不察 他自己的因果 经于此界 受念佛人 归于净土 就是大师不察 立他的因果 所以完全是 把经文的内容 就用这样子 来形容出来 刚说的 最难懂 就是那一句 做心境之月灯 为圣凡之周极 这句好懂 凡后就凡夫 圣就是菩萨 不管是凡夫 是菩萨 都要靠这条船 才能够渡彼岸 所以叫做 为圣凡之周极 好 那么心境之月灯 比较难懂 请看讲义 心是能念佛的心 静是所念的佛境 所以 以我自心 念佛境 念佛 用个字跟笔相对 字跟他相对 以我自心 念他的佛境 则佛境可张 倒过来说 托比佛境 念我自心 则自心亦弦 前面佛境可张 后面自心亦弦 这样子的彰显 皆凭月灯教法 以照见也 所以心境 那个好懂 心是能念心 静是所念佛境 然后佛境可张 自心亦弦 但是他说 这样子的这个彰显 都凭借着月灯教法 月灯教法就难了 原来他用的是批语 弦手武教里面的两个 因为他超文里面的简单的就是说 你看 心外有静 小教 等于弦手的 小始终顿元 武教 心跟静有相对的 心之外有静 这个是小教讲的 如果静为是心 一切为心 死教讲的 但是毕竟还是有心 只是为心 所以死教 如果宗教的话 是心即静 是静即心 即心即静 宗教 如果是顿教的话 完全要跳脱两边 非静非心 然后呢 这里面 不管是两边相及 或者是双飞两边 毕竟都还有双急双飞 现在原教是无尽 心也无尽 静也无尽 无尽的法界原起 华言的原教 讲的就是这个 所以以上的这个是 所权的教法 可以分成成五教 如果月灯 是用来批育 那个能全的教法 月灯 是用来批育 能全的教法 例如呢 只是语言文字 声明俱意 就是语言文字 这个能够看的灯很小 好像萤火虫的灯 讲的批育 批育的是小教 如果是使教的 射进微星门 那个灯亮一点 像火 使教 如果是理事外门的宗教 那个像天上的星星 在这边我是觉得 我们很难体会 那个火 那个星星会比火来的厉害吗 我们现代人 尤其在台北市 你要去看星星 我告诉各位 平常天气好 你能够看到的也只有一颗两颗 而且那一两颗是什么 人照卫星 才会那么亮 那你要真正看真正天上的星星 要去山上比较高的地方 而且天气要很好 很早小时候的时候还可以在台东 我常举这个例子 我去我阿姨家 晚上去他们最顶楼 我一看 全部通通都是星星 那个星星之亮之亮之清楚 后来长大以后 大学的时候 有去山上 还可以看到 到山上去那时候 大学那个不过就是民国七十年左右 还可以看到 现在就算你去阿里山去南投 也要看情形 也要看天气 能够看到的星星 还是这样小颗小颗的 很远很远的 那时候我国中的时候 去我阿姨家 那个是民国六十几年那时候 那个星星就好像 大概我们那个阿姨家 大概楼顶是三楼 那个星星的位置 看起来大概顶多是十楼 那么近 你看那个天气之好 那个光害之没有 那现在就算去南投阿里山上看 也感觉好远 但起码有多一点 那有时候我会去恒春 恒春天气好看 也是很远的还可以 但是还是不如 小时候那么清楚 所以我会举这个例子 这边用星星来比喻宗教 比那个死教的火还要亮 大概是古代 古代晚上的话 如果天气好 有月亮 有星星 你走在半路上 你都还看得到路 大概要批语的是这个 比起那个用个火把 还亮 大概他要批语的是这个 所以这个用星星批语 宗教的理事无碍 到了这个顿教的话 你看他是会向归信门 如同月 然后 原教的话是大太阳 土荣无尽门 所以简单的呢 我们这样看 如果只有原文字 小教 如果你能够从原文字 能够了解到 一切都是违心 始教 设境违心 始教 到了宗教讲的就是呢 理事无碍 但是还是有理有事 只是呢 两边理事无碍 到了顿教的话 完全通通都讲信 违信 前面的事也好 理也好 通通呢 都是归信 真理本性 所以这样叫做会向归信 所以因此才会说 前面呢 是双飞 也不是心 也不是近 因为呢 通通都是真理本性 那个就是顿教 可是呢 如果要讲到呢 就是法界缘起 普荣无尽 十玄门 四四万 那就是只有原教 这是华言的五教的分类 因此 修法法师把这个五教呢 就做这样的批语完之后 你看他说呢 现在呢 约中间的两个 因为用的是月灯 那你一看就知道 是始教跟顿教 约中二义说 讲的是始教跟顿教 所以他说 做心境之月灯 从这边 你可以从这边看到 始教的教法 或者是顿教的教法 然后 周极 这个就是我们刚说了 就是传 圣人凡夫 都依靠这个到彼岸 乃至呢 成佛 所以呢 圣凡是所化人 周极是能化法 那这边 为什么后面要引用这个书记会月 起心路书记会月呢 那你看内容 你就大概知道 他这边讲的 假设一个问答 真如三昧 跟念佛三昧 一不一样呢 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回答 无同 无不同 无同就是不一样 无不同就是一样 所以很奇怪 他这次说 有同有不同就好了 他不是用有同有不同 而是无同无不同 你看 以念佛三昧 没有不同 怎么说呢 以念佛三昧 于自心中立佛为敬 现在自心里面 念那个佛号 观想那个佛的向好 不管是念佛号 观向好 佛号跟向好都是敬 所以脱比佛敬 显至自心 这是念佛三昧 但是真如三昧 即心为敬 不立比佛 唯一真心 不去立那个能所的向 没有能向跟所向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讲 不同 不同 你看清楚 我再念一遍 念佛三昧里面 是在自心里面 有一个所念的佛 不管是佛号也好 像好也好 是佛为敬 然后呢 虽然是有佛为敬 但是脱比佛敬 要显至自心 效果是一样的 但是真如三昧就不需要 直接观那个真如本心 不立比佛 唯一真心 不立那个能所相对的 所以说不同 然后念佛三昧呢 接着要讲相同的地方 念佛三昧 其实立那个佛境 还是自心中的本觉法身 所以你看 即念自心中本觉法身佛 真如三昧是观诸佛 与众生法身 平等不恶 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说 也没有不同 这个书记会乐作者是谁 续法法师 一样同一个作者 所以你看他用词 他有他的一个特性 那庙宗超知理大师的这一段话 其实就是书记会乐 翻版出来的那两句 这个自心中立佛为敬 然后脱比佛敬写自真心 其实就是这个 知理大师说 据乎心性 根据你的真心本性 来观阿弥陀佛的依正庄严 不要离开你的自心本性 所以叫做据乎心性 来修观想念佛 佛的依正可彰显 倒过来说 脱比依正 观察自己的心性 藉由观察极乐世界的依正庄严 同时就是自己的心性的展现 心性亦发 所以从这里面你就发现 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境界 依正庄严 跟我们的自心本性 无恶无别 因此书记会乐才会说 于自心中立佛为敬 这时候可以脱比佛境 显至真心 所以我们常念净土三经 这里面就多讲几句话 常念净土三经 念观无量寿经 念阿弥陀经 念无量寿经 你常念常念 虽然只是语言文字 那我们会自己 就会有对那个文字里面 会有一些境界出来 对极乐世界的依正庄严 会有一个自心的想象 你说那个就是 第六意识妄想心 自心想象而已 好没有关系 就算它是自心假想的 但是那些语言文字 是如同他说的 声明俱义门 小教 可是你从那个 小教的声文俱义门 能够了解 这些境界也都是违心 你就进入了违心的使教 再进入理事无碍 原来这些 我观想的这些佛的境界 原来也都没有离开 我的真如本性 没有离开我的如来藏性 既然没有离开我的真如本性 即是我的如来藏性的展现 请问我的如来藏性 真如性 如来藏妙真如性 跟阿弥陀佛的如来藏妙真如性 一样还是不一样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所以你慢慢的发现 原来我们前面了解那么多 就是要慢慢的 我们去熟悉这样子的逻辑 虽然我只是借由文字去想象的 但是我可以从文字里面 去了解那个道理 依着道理可以了解一切违心 违性 而且我的如来藏性 跟阿弥陀佛的藏性 无恶无别 所以就进入了普荣无尽门的原教 世事无碍的原教 所以我透过这样子的观想 我透过这样子的念佛 就是我的真如本性的开险 我真如本性的开险 就是极乐世界一正庄严的开险 极乐一正庄严的现前 就是我的真如本性的现前 这是妙中超让我们了解的 所以这一段就是他说的 做心境之月灯 那总结就是说这个经体就叫做 嫩言经四字念佛缘通章 就如同上次末学特别强调 最好我们还是加个手 手能言经 那大师之不善念佛缘通章 好到这里 这个就是整个假初通序大义讲完 接着这个假二开章四文 开始要解释经文 不过说是解释经文 你看他又分 初略标二详解 所谓的略标就是说 我底下要解释经文 我大概告诉你 我从五门来解释 将结此间五门分别 不要忘记序和法师是华言中的 实际上应该是要十门开启 但是他怕十门开启 又太复杂了 太繁复了 因此他把他省简成五门 就跟天台中的五重悬议 就有点类似类似了 但又不完全是天台中的五重悬议 所以他把他省简成五门 第一 教企因缘 第二 战胜教设 第三 终趣指规 第四 略士明题 第五 开始解释经文 详解文艺 所以这个略士提名 其实刚刚已经解释过了 所以后面其实第四这边 就没有再多加解释很多了 你可以看他后面 你看那个第三页 第三页那个秉士四题 你就发现 他在解释经题的时候 不像那个第二页那个乙二 就真的去解释 嫩言经 守能言经 大士智菩萨灵魂 不是 就依照他们华言中的 这种通力 是这样子来解释经题 所以还是有不一样的角度 好 先看第一个教心 教心叫什么 教企因缘 前面用教企因缘 后面把他省略教心 这就是墨学一直强调的 叙法法师他可以用一个字 代表他就不会用两个字 四个字可以变成两个字 他一定用两个字 不要那么啰嗦四个字 所以你看他就把教企因缘 就变成教心 把藏色教色就变成是藏色 把中趣指规就变成中趣 劣士名题就变成四题 然后详解语音就变成解文 所以第一个教心 教企因缘一样 一定排十个给你看 华言中在解释这边 一定排十个给你看 阿弥陀金书超也一样 只要是华言中的祖师 通通一定排十个给你看 有时候我都觉得 好像硬排出来的 我来说学华言的听到 一定更怪 有他特殊的含义的 那对了 可是我总感觉 何必一定要列举十个 有些可以合并 但我们不是学华言 就会有这种想法 他这边就写了 你看他先告诉你 先引用这 一定都有姻缘 如须名声 非无姻缘 非少姻缘 令得震动 念佛教心 亦乎如是 具多姻缘 哪些多姻缘呢 十个 第一个 此处洁净 修行门路故 第二个 直视当人 念自心佛故 第三 欲令误入 佛之心信故 第四 未显身佛心 众生佛跟心 心佛众生 三无差别 第五 渡脱房外 横超三界故 第六 接引全小 原成佛果故 第七 充足三倍 无有仪悔故 第八 立意今后 周片无禁故 第九 顿色六根 正元通禁故 第十 极空胀脑 定身佛土故 好 那么 这个 他所引用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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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论呢 请看今天的参考讲义 原来他的文字 比较完整一点 在大制度论是这样写 有种种因缘 令地大动 就是令大地震动 地动因缘 有小有大 有动一言伏提的 有动四天下 有动一千 两千 三千 大千世界的 小动 与小因缘故 例如若福德人 若生若死 一国地动 四为小动 然后呢 大动 有大因缘 才会大动 如佛出生时 出成佛时 将灭度时 像这些都是 大因缘 佛出生 佛出成佛 佛要灭度 都是大因缘 那些福德人 是小因缘 所以动的范围 也小 像佛这种大因缘 所以动的范围 就大 三千大千世界 皆为震动 四为大动 今佛遇大吉众生 故 令此地六种震动 这是他要解释 波尔经 为什么一开始 会有六种震动 就是因为有大因缘 所以这个其实他是 制度院的本文是这样 并没有写到虚弥三 不过呢 为什么会有 课本的这一段文字呢 因为古大德 不晓得从哪一位开始 我的理解呢 应该从智者大师开始 智者大师呢 常常会引用某些经论 然后呢 讲意思出来就有了 但不完全照经文 可是呢 大德 祖师已经先讲在前面 后面的人就照抄 所以这边呢 续法法师也是抄前人的 因为我用这样去查 好多之前古大德 都有这样的讲法 但实际上呢 就是不一定是动虚弥三 而是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动 所以他说呢 会有动 一定有因缘 不是没有因缘 而且呢 不是小因缘 有时候呢 需要大因缘 他主要是要强调这一点 任何事情都一定有因缘 所以这么殊胜的教法 也是一定有很 很殊胜的因缘 很多因缘才会出现 所以他才会先举这个 来做证明 好 第一个因缘 指出洁净 修行门路 请参考讲义 第二页最后一行 超文呢 是告诉我们呢 鱼道 鱼门穴道 鱼回显难 犹如蚁山 面佛一门 古称进入 好似风水 蚁山是什么 一只小蚂蚁 要爬一座山 要把整个山爬完 这个就是其他法门的学道 真的有时候 看你们家的蚂蚁就知道 他要爬上那些东西 真的是要很辛苦的 不过他们也很有毅力 有时候观察那些蚂蚁 真的是太会钻了 太会爬了 但是要爬完一座山 真的要很久 相对的念佛一门 进入修行 好似风水 这个不是地理风水 那个风水 是这个顺风 的那个帆 风帆 那个帆船 在水上走的 又顺风又顺水 所以呢就 走起来很快 不像那个蚂蚁 要爬高山 那么辛苦 那么难 那么久 两个对比是这样 所以引用圣导大师讲的 唯有进入修行 就是淡念阿弥陀佛 所以现在持命念佛 尽中尽又尽 你要一生取办 要想一生成功 当于四法留心 就是你要特别留意这个法门 对于凡夫而言 那就是一生取办的方法 就是这个 这是第一招 第一个因缘 第二个 直视当人念至心佛顾 所以直视念心佛 就是观经里面讲 请常要讲义后 是心做佛 是心是佛 诸佛正片之海 从心享胜 所以那个念佛的境界 都是我们念出来的 所念出来 念佛念出来的境界 都是我们的 自心本性里面 本来具足的 所以妙中超里面才会写 若医若正 医报正报 法戒心 观法戒境 生于法戒 医正色心 这边改用一个法戒 其实就是正物本心 如来账 不管是正报 是医报 我们能观能念的心 是法戒心 所观所念的是法戒境 观想成功 念佛成功 所献出来的 医报正报 也是法戒 医正色心 没有离开法戒 没有离开我们的如来账 所以金持经 那托笔名号 显我自心 跟观经里面的意思是一样 所以他说 这个就直接告诉你 念心佛 念自心佛 第三点 欲令误入佛之心性故 不但是你念自心佛 还可以误入佛的心性 所以请参考讲义 所念元经里面讲 富罗纳有一段话 问佛 我以如来 我以如来保绝 圆明 真妙 尽心 无二 圆满 那为什么 我们现在都是凡夫的样子 一点都没有觉悟的样子 所以 后面是他问佛的话 但是他前面先讲 我们跟如来的保绝 圆明 真尽 妙 心都是 无二 圆满 我们的佛性跟佛的佛性 没有两样 启信录也这样写 真如自体相者 一切凡夫身闻 圆绝菩萨诸佛 无有真简 没有真简 凡夫的真如 跟佛的真如 没有真简 为什么 这个真如 非前即生 非后即灭 必尽长恒 从本以来 兴致满足一切功德 本来就满足 所有的功德智慧向好 所以 引用梦言经跟启信录 去让我们了解 我们的佛性 跟佛的佛性 无有真简 都一样 而且都具足一切功德 再引用观经这段话 如等心想佛时 四心即是 三十二相 八十虽行好 所以当我们心念佛的时候 就是误入佛的心性 是没有两样的 所以引用观经这个 你注意看 心想佛的时候 四心就是三十二相 八十虽行好 佛的三十二相 八十虽行好 也就是佛的相好 就从我们的心 心里面 就开展出来 等于我们就 入了佛的心性 是一样的 就是第三点 要能够达到这个 才教我们这个法门 第四点 未显身佛心 无差别 心佛众生 三无差别 这个我们上礼拜也一直在强调 请参考讲义 这个大圣法界无差别论 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你看 众生界不义法生 法生不义众生界 下面 众生界即是法生 法生即是众生界 你有没有觉得这种文字的编排 很熟悉 很熟悉 像般若心经 社即是空 空即是社 社不义空 空不义社 类似 只是把社跟空 换成众生界跟法生 所以观经里面不是解 诸佛如来是法界生 入一切众生心想中 然后我们念佛言通章不是写 众生心 义佛 现前必定见佛 所见的佛 其实有离开自心吗 没有 本来众生界就是法生 在念佛 法生又入到我们的心想中 所见的佛的法生 不就是见到自己的自心吗 心佛众生上的差别 第五 回到课本后 第五是 杜托凡外横操三界 这个你参考奖印你看 我都没有写了 为什么 我们常讲 讲净多凡常讲 还需要再讲吗 我就不写了 第六 皆引全小 原成佛果 刚刚讲了小圣 要振阿罗汉耶那么久 全教菩萨 要三大阿神奇迹 现在这个法门 能够接引全小 原成佛果 你说真的假 你看我就特别引用 所能言经耳根原通章 观世音菩萨正得原教出注 的时候就有 事不失意 无作妙的 第四个 供养佛身不失意 他的经文 我特别把它全部 这个摘录下来 我得佛心 这是观音菩萨自己讲的 我得佛心 正于就近 能以珍宝种种 供养十方如来 庞吉法界六道众生 让众生能够怎样 求七得七 求子得子 求三妹得三妹 求长寿得长寿 乃至 如是乃至 求大涅槃 得大涅槃 前面那个是世间的 七跟子 世间的果报 求三妹得三妹 求长寿得长寿 你也可以说 是世间的禅定 那个长寿也是世间的 但是也可以把它看成是禅定 天的寿命 最后 还有出世间的涅槃 观世音菩萨就能做到 出住菩萨 以得此得 更何况圆满成佛的阿美陀佛 难道做不到吗 皆引圈小圆成佛果 观音菩萨都可以 得大涅槃 求大涅槃 得大涅槃 阿弥陀佛当然也可以 像无量寿经里面 欲令无量众生 素极安住得不退转 即欲见比广大庄严 色受殊胜佛杀 圆满功德者 当起精进 听此法门 为求法雇 不生退去场位之心 色略大火不应以悔 你看 无量寿经也这样说 是为了要让众生 很快能够安住不退转 能够圆满功德 就是这个法门 莲慈大师的阿弥陀金书超 实地始终不离念佛 念佛成佛 为什么 是亲种故 实地始终 华言的实地菩萨 那个经文 从开始到最后 每一地都说 一切所作不离念佛 登地菩萨 透过念佛 都可以成佛 登地菩萨 念佛成佛 何况全小初心学人 当然可以透过佛的接引 成就佛果 所以这一段文 引用的文比较多一点 其实就是告诉各位 不但是小圣全教菩萨 登地菩萨 在佛的接引之下 都可以圆满佛果 然后再来 第七 充足三倍无有以悔 三倍就是上中下三倍 所以这个讲义里面说 续法法师的超文 上品立根 文小教就后悔 这悔就应该是说 觉得讲这么浅干什么呢 下品顿根 文大教则疑 听不懂啊 所以有疑有悔 现在华言会上 不是不是现在 华言会上声文绝分 阿涵始终 菩萨不批 华言里面的声文听不懂 所以等同没听到 阿涵呢 菩萨觉得 那个教法太低了 今此念佛依法 如万应高 独并皆欲 似即时语 药木并茂 故得利盾尽舍 上下均收 这就是三倍 再来第八 利益今后 周片无尽 我也没写了 没写注解 为什么 前面是讲当下 就能够得利益的 后面这个呢 是包括以后 佛灭度以后 所以这个就不写了 第九 顿色六根 正圆通境 超文是写说 一切众生 都迷了这种常住心 用住妄想 都跟着这些外禅 色身外禅 所以就违背 圆通的境界 现在念佛教我们什么 都色六根 所以守于真常 常光现前 圆通静发 所以华言里面讲的这些 知一切佛有如影像 自心如水 我如是知 如是意念 所见诸佛 皆有自心 水清而静 月现前底 心一静 月就现出来 菩萨清凉月 常月必尽空 众生心够静 菩萨引现中 众生心一清静 弥陀定放光明 都色六根 敬念相继 必正圆通 这是第九 我们赶快把它念完 下礼拜就不必 还在重悟一遍 第十 急空胀脑 急就是很快速 空就是除掉 除掉我们的障碍 我们的烦恼 帮助我们 一定能够往生 所以超文就说 末法修行 多诸障难 邪魔扰乱 佛道难成 现在我们念佛 修念佛三昧 成佛愿立微神 急除烦恼 顿破无名 五蕴磨霄 三身佛现 当身极乐佛土 如大明真 燃于世中 不为破千年岸 而且见种种物 所以这些 其实归结到一点 重复的跟各位强调 要信 你读这些文字 如果你不信 就如同没读一样 你说我信啊 我信啊 那信要依教奉行 才是真信 OK 好到这里 我们现在礼拜 就继续进入 那个葬社那边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